他不顾家人反对 放弃了让人羡慕的公务员身份 只为家乡的一种野鸡蛋 一个价值五块多钱 而且还卖得非常好 小小野鸡蛋在当地病毒之前 为何在他手里却身价翻倍 我们现在是找准了 这个野鸡蛋的一个精准渠道 看安徽省岳西县的女博士于纯 究竟怎样通过电商平台 把野鸡蛋销往大山之外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即将为你播出的女博士发蛋采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 女博士创业的故事 她不顾家人反对 辞掉了让大家羡慕的公务员身份 回到家乡只喂野鸡蛋 这小小的野鸡蛋 为何就吸引了愚蠢的注意 她又是如何依靠 原本在当地就不赚钱的野鸡蛋赢得财富呢 你们见过这种蛋吗 小鸡蛋吗 鸽子蛋 这个会不会是鸮蛋 是苗类的蛋吗 我猜应该是人造蛋吧 不知道 我要告诉你这野鸡蛋你见过吗 野鸡蛋没有见过 这个要是五块钱给你你要吗 要这干啥 五块钱稍微贵了一点 大力鸡蛋那几毛钱一个 这个五块钱太贵了吧 对于野鸡蛋很多人并不认识 与鸡蛋相比 野鸡蛋个头要小近一倍 颜色也有多种 一斤鸡蛋一般有八个 而野鸡蛋要十六个才够一斤 野鸡蛋虽然小 但里面的蛋黄并不小 可以占到整个蛋的三分之二 炒制出来焦黄又人 香味十足 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有一位北大女博士名叫于纯 她竟然把这么小的鸡蛋 卖到了五块钱一个 并且还销往全国各地 在当地是小有名气 今天我们摄制组就来到了 它的野鸡养殖基地一探究竟 我们现在整个山场一山而建 这边搭了这么多竹膏呢 是给这个野鸡他们歇息的地方 你看这里 这个公鸡 这里都是公鸡 很生沉 很有思想 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思考 一个个都站在上面 眺望远方 因为于纯给一些脾气暴躁 爱惹是生非的野鸡 戴上了眼镜 戴了一个眼镜呢 这样防止他们互相之间打架 但是这个不影响他们这个吃食 通过眼镜来遮挡野鸡的视线 这就大大降低了打架的发生 在于纯的养殖基地里面 一共有两种野鸡 一种是七彩山鸡 另外一种是孔雀蓝山鸡 为了深入了解 于纯要抓几只给我们瞧瞧 抓到了 来 今天要上镜 好好表现一下 给我们摄像大哥看一下 来 抬起你的下巴 两种野鸡的脸部都是红色 孔雀蓝山鸡背部的羽毛颜色 类似孔雀 因此而得名 而七彩山鸡通体偏红 脖子上有明显的白色环颈 因此又名环颈质鸡 公野鸡羽毛光鲜亮丽 但另外一个棚里的母野鸡 相比就逊色不少 没有华丽的颜色 没有光亮的羽毛 这里面就是养母鸡的地方 你看这里就是母的野鸡 它可能没有公的好看 是我感觉差距太大了 世间万物都是这样 除了人之外 都是公的比母的好看一点 同样愚蠢给其中好斗的母野鸡 也戴上了眼镜 虽然母野鸡没有公野鸡好看 但它们的经济价值要高很多 靠的就是野鸡蛋 这是七彩山鸡蛋 这俩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野鸡它下的蛋颜色有很多种的 所以把很多蛋收集在一起 就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我们这个鸡蛋是论个卖的 一个价值五块多钱 一个鸡蛋就五块多钱 而且还卖得非常好 别看这野鸡蛋个小 价格却卖出了鸡蛋的十倍 愚蠢正是靠着野鸡蛋通过电子商务的平台 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五百万 它也因此在当地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 蛋解 这野鸡蛋真就这么值钱吗 愚蠢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乖巧懂事成绩优异 是愚蠢从小到大 邻里乡亲对他本人的印象 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也是父母心中的骄傲 2009年 愚蠢研究生毕业 本想跟着同学去创业 但父亲却希望他找份安稳的工作生活 跳出农生这个范围 这个框框 总是想搞一个小学教室 或者做个职业医师 这些过一点安稳日子 当时我还跟我爸爸降了一段时间 可是我爸爸 最后他就以断绝妇女关系来要挟我 我妈妈也挺难受的 我也不想他们太难受 后来我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决定去听爸爸的话 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010年 愚蠢考进了广东省卫生厅 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过起了别人眼里幸福安逸 一个女孩子应该过的生活 她还趁业余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 父亲对愚蠢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认为女儿选择了一条幸福的路 然而2014年的一天 愚蠢打来的一个电话 让父亲大吃一惊 气氛到了极点 养野鸡它有不同的观点 卖野鸡蛋它有独特的妙招 一个五块钱的野鸡蛋 怎样才能被大家接受呢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女博士发蛋财 这个电话到底什么内容呢 原来愚蠢早就瞒着父亲 已经把公务员的身份给辞了 打算回家乡卖野鸡蛋 家乡的野鸡蛋品质不错 再加上当时生鲜电商刚刚流行起来 愚蠢认为这是个商机 他决定创业 把老家的野鸡蛋通过电商的方式 卖到大城市 想法是不错 可该怎么做呢 经过思索 对养殖并不了解的愚蠢 决定在当地先找几个养殖户 了解一下野鸡养殖情况 然后再跟他们合作 帮着他们去卖野鸡蛋 然而让愚蠢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举动让大家觉得很可笑 一个博士生竟然回到大山里卖野鸡蛋 村里的人觉得 他是不是疯了 当时呢 就是跟我联系的时候 然后跟这个村里面说一下 他们都不敢相信 因为是博士妈妈嘛 都是大城市上来 他应该有更好的工作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很惊讶的 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事很滑稽 一个博士不好好在城市待着 来乡下干嘛 而且还要收野鸡蛋 这都扒杆子打不着的事 当时他们都不太相信 我觉得我是骗他们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的自尊心确实受到一定的打击 我觉得好尴尬啊 于纯心里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是对的 可大家就是不相信 这让他的内心很苦恼 就在他万分沮丧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带来了转机 他叫刘海峰 在村里养了一千多只野鸡 已经五六年了 可以说养殖经验丰富 当于纯找到了他谈合作时 他听出了其中的门道 刘海峰的野鸡蛋 是在当地的菜市场售卖 一只只能卖到两块钱左右 他心里清楚 要想卖到更高的价钱 必须把野鸡蛋销往大城市 于是他答应了于纯 使用电商的方式往外卖野鸡蛋 然而没过多久 两人就吵极了眼 就因为于纯提出的要求 让刘海峰难以接受 我们老家他山上有野鸡的 山上的野鸡一般都是吃的松针啊 这些就是运动量 也比较大 你这样的养殖野鸡方式呢 是违背他的这样一个天性的 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们把这个野鸡 放到外面去 给他进行放养的形式 然后让他吃也是吃 这个最原生态的 像这些虫子啊 或者是我们平时种植的这些青菜啊 让他吃这些东西 刘海峰养野鸡的地方 是在眷舍里 面积小不见光 愚蠢认为应该放到室外养殖 并且还要提高野鸡的伙食 让他们吃五股杂粮 但这些要求让刘海峰难以接受 这让野鸡的养殖成本 一下增加了不少 当时刘海峰卖野鸡蛋 一个两块多钱都很难卖出去 这还是自己紧紧地控制养殖成本 但现在竟然让他提高 以前一只野鸡一天成本是四脚钱 要是按愚蠢的养殖要求 养殖成本六脚钱 会多出近一半 他认为愚蠢疯了 没有这么干的 然而愚蠢接下来的举动 让刘海峰彻底没了脾气 他要出资十来万 让刘海峰按照他要求的方式养殖 不计成本 一切费用他自己承担 我觉得城里人 他之所以去通过店上去买农村的东西 他肯定追求的就是最原生态的东西 先不要去考虑这些成本的问题 首先一定要还原他最原生态的生活 2015年 于春投资修建了养殖厂 由于当地大部分都是山区 所以场地依山而建 也有利于野鸡活动 里面还搭建了棚子竹竿 方便野鸡休息 在吃的方面 除了四味一些玉米小麦等精资料外 他还特意在周边开坑了一片土地 种植树菜 定时给野鸡四味 保证营养均衡 现在下午基本上就是扯一栏萝卜 回去给他们吃 这个萝卜叶 萝卜叶还有这个萝卜 都是他们很喜欢吃的 我们人也是吃这个东西 都是吃这个地里种的 他是就吃这些萝卜吗 其他菜吃不吃 其他菜也吃 地里面有什么给他吃什么 比如说这个萝卜叶啊 那边的青菜叶啊 包括山上的松针啊 南瓜呀这些 由室内搬到室外 虽然野鸡待得更舒服了 但暴露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常常会招来一些山野中的动物 而这些动物给野鸡带来了巨大威胁 每天早上起来 这个鱼丝网啊 这里有个洞 然后很多野鸡都脖子上 脖子上被咬断了 流了很多血 每天早上都要发现有死几只 我们就通过观察呢 发现那个这个山边很多黄鼠狼 这大片的野鸡养殖基地 在黄鼠狼眼里简直就是天堂 隔三差五就来光顾 为了预防黄鼠狼 愚蠢对养殖基地的网进行了改进 我们就做了这个铁丝网 现在黄鼠狼是咬不断它了 同时愚蠢在里面放了几只大鹅来保护野鸡 一旦有危险 它们就大声鸣叫 基本杜绝了黄鼠狼偷鸡的现象 很快愚蠢的养殖基地就步入了正轨 吃得好 运动量也足 每天的鸡屋里都会源源不断地产出野鸡蛋 一只母野鸡平均两到三天产一颗蛋 基地有两千多只 野鸡蛋的数量很可观 过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电商发货中心 这里的野鸡蛋呢 都是大概早上五点钟从基地 基地捡过来 然后今天当天发出去 送到客户手上 大概经过这个三天的过程 保证到客户手上都是最新鲜的鸡蛋 这野鸡蛋是每天都是早晨运过来 对 这鸡蛋都是每天早上捡的 你看这个光泽度非常的好 新鲜的鸡蛋 一般它的光泽度是非常鲜亮的明亮的 当初走电子商务这条路 于纯就清楚地认识到运输是关键 2015年 在野鸡养殖基地走上正轨的同时 于纯就已经开始筹建包装基地了 他试验了多种材料 最终选择了柔软抗衰的珍珠棉 虽然成本高 但是有保障 这个花式这种啊 其实是根据我们这个鸡蛋量身设计的 就这种花式 它是鸡蛋可大可小 因为有的鸡蛋大 有的鸡蛋小嘛 相当于可以弹性的 大鸡蛋小鸡蛋都可以装进去 都是这个摆动幅度不大 那这种包装到底能不能像愚蠢口中所说 保护的非常完全呢 我们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 我带你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鸡蛋的这个抗震包装的抗摔程度 这里有三层楼 大概有十几米高吧 每层有五米左右的样子 每层楼都挺高的 对 比较高 我们让它从上面摔下来 给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鸡蛋到底碎几个 好好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扔 扔 哇 身体好大呀 来 赶紧拆看一下 这个就是平常鸡蛋快递的这个包装 然后打开看看 对 哇 碎没碎啊 看一下 完好无所 基本上没碎的 一个都没碎 一个都没碎 一个都没碎吧 真是一个都没碎 抽查几个 完好无所 看来咱们这个抗震效果确实非常好 从三楼往下扔都没事 那当然 这个楼比一般的四楼还要高 这每层层高的高嘛 在十多米的高度 野鸡蛋竟然能做到一个都不破 这种包装确实保护的相当完善 在同一年 于春海组建了自己的电商团队 当时正赶上越西县政府 也在大力促进电商产业的发展 修建了电商产业园 于春就是最早一批 他首先采用的是微商的方式 结合养殖成本 于春定价一颗五块钱 那怎样让顾客接受他的野鸡蛋呢 这也是于春在刚开始 养野鸡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网上很多人都会问 但买的人却寥寥无几 后来他决定 只要有人来问 就免费寄一小盒给他们品尝 有一些客户来咨询 他既然过来咨询 说明他已经是比较精准的 这种潜在客户了 我想既然你过来咨询 那如果我光凭这个嘴 向你描述的话 你这个直观的感受 可能要稍微差一点 我就 但凡有咨询的客户呢 我们就寄送一个小的样品 给他试吃 除了试吃之外 对于微商 于春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杀手锏 依靠他 于春成功地构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把野鸡蛋大量地卖出去 一度还供不应求 他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了精准的消费群体 2014年 当时我的大孩子 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然后而且那几年 那个媒体报道上面 媒体报道上面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非常的关注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对这个东西 更加特别的留心 所以呢 我当时我有了这个鸡蛋以后 我的第一个念头 我就是希望推荐 给这些同样像我一样 同样爱护自己的孩子的 这些母亲 野鸡蛋是好东西 小巧可爱 营养美味 孩子很喜欢 于春心里明白 要想让孩子吃到野鸡蛋 首先要让孩子的母亲接受 很快于春有了一个好办法 他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 通过微信群聚拢了一批 来自全国各地的妈妈们 我请了我很多身边的 这个同学啊 朋友啊 都是医生的 儿科医生的 婦产科医生的 皮肤科医生的 他们每周帮我们讲 两到三堂 这个养生讲堂 愚蠢紧紧抓住妈妈们的心理 利用自身的优势 建立微信群 方便大家相互沟通 关于孩子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 请专家帮忙解答 这些客户啊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这个养生讲堂啊 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那么他们就自发的 非常愿意去介绍身边的朋友 过来参加我们这个养生讲堂 那么我的这个客户群体 就渐渐的通过这种方式 慢慢的扩大了 愚蠢通过满足需求 以及长时间的交流 渐渐的培养起了大家 彼此之间的信任 在群里 他时不时地发送一些关于野鸡和野鸡蛋的介绍 让大家慢慢熟悉 果然 大家慢慢地接受了野鸡蛋 虽然贵点 但考虑到营养健康安全 为了孩子也值得 小路渐渐打开了 日子也慢慢好过了 愚蠢每天都会接到野鸡蛋的订单 投入的钱终于见到了笑意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 一个问题的出现 差点让他苦心经营起来的销售渠道毁于一旦 2014年 在一次跟客户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客户反映 野鸡蛋质量有问题 有一天就有人跟我反映 说鸡蛋坏了 我在想 怎么可能 鸡蛋怎么可能会坏呢 我们发的时候都是最新鲜的 投天茧的鸡蛋 刚开始 愚蠢以为只是个别情况 没太在意 但后面的事出乎他的预料 慢慢地更多客户都反映这个问题 这让愚蠢立刻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我当时真的非常的揪心 因为他们给我反映问题 我给他们 你坏一两个 我赔一盒 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钱的问题 可是我这么久以来 辛辛苦苦给大家建立的信任关系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我在卖坏鸡蛋给他们 愚蠢马上开始调查事情的原因 鸡蛋都是根据订单 从养殖基地送过来的 肯定新鲜 不可能是坏的 那问题就出在了运输过程中 深入追踪鸡蛋的运输 他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冬天往外发鸡蛋没问题 天气冷不会坏 但是到了炎热高温的夏季就不行了 珍珠棉原本就把鸡蛋包裹得很严实 虽然免于摔碎 但不透气 因为我们是地处山区 这个快递出去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要三天 鸡蛋呢 如果是在这种闷热的环境下 一旦身上产生一点水分 是非常容易坏的 问题找到了 接下来该怎么解决呢 于纯从村里人的生活中受到启发 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 村里人跟我说 他说你可以试试这个稻谷 看它行不行 村里人之间走亲戚一般带鸡蛋 下面垫的就是稻谷壳 稻谷壳本身松软透气 而且抗震 于纯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 在稻谷壳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层珍珠棉网 双层保护 稻壳在下面铺一层 均匀地把它铺在下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在这个上面再给它铺上一层稻壳 把这些缝隙啊 争取都给它填满 这样一个包装就完成了 夏天用稻壳包装运输 其他季节则用珍珠棉相互补充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之前的 坏蛋现象 随着销量不断提升 更多的养殖户也加入其中 2015年 于纯通过电商往外卖野鸡蛋的销售额 达到了500万元 并且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农户 开始养野鸡 从不被人看好 到年销售额500万 于纯电商的成功 已经成为了当地津津乐道的事 野鸡蛋让它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电商之路 但它还有更宏大的计划 愚蠢打算在野鸡蛋的基础上 走农产品深加工路线 结合野鸡蛋现有的销售渠道 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